那么针对以上事实以及肖先生的诉求 三位金牌律师请提问 您在签订买卖合同之后 是否实际控制过该商铺 你说我们业主 对 没有从来没有 也就是说你没有进行一个所谓的宴房 对吧 对 最后一份的租赁合同是跟哪个主体进行签订的 2014年的时候 当时就说变工了这个法人 当时经营是用砖混进行隔离 还是用帘子进行隔离 还是用木板进行隔离 木板 您刚才说到了 四年的租金已经付给您了 给您付到了2014年的6月28日 对 在这之前 您这些租金都是谁支付的 还有一个问题 有多少户是跟您一样的情况 都签订了相应的补充协议 还有后续的租赁合同的 大概您了解吗 这所有的业户应该是基本上都签了吧 大概能有多少户 大概应该 因为我们的一个商场大概应该有三百七八十个业主 那你们二层呢 第二层有多少户业主 二层一共四百多个铺位 具体有多少个业主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我估计至少也得一百人以上吧 现在开发商他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老板是找不到 但是那边确实有人在管 那你们相应的这个维权群体 是不是有些人已经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比如说提起了诉讼之类的 那他们的这些诉讼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得到良好的这种执行呢 据我所知 在2016年的时候 就说他们到我们当地法院起诉过 然后 这个法院判决下来以后 就说业主赢了 他们应该 这个开发商应该付这部分租金给我们 但是在执行的一个过程中 就是说开发商名下是没有财产的 赢了官司输了钱嘛 那开发商在跟您签过最后一份 这个售后反租协议之后 跟您协商过这份协议的解除吗 或者是向您单方的发过解除通知吗 没有 就是说您在取得了防证之后 仍然有权利去追索你 一直到今天 或者说一直到这个事解决的那一天 的一个售后反租的租金 那我们知道您现在房产证都已经有了 现在你的房子是谁不交付给你 你取回房产有什么样的障碍吗 就是说很多商业公司在这运营嘛 里边就说有以前的这个装修啊 或者说墙啊 或者说一些建筑垃圾啊 嗯 就是说 站得满满当当 然后另一方面就说这个水电 你包括这个消防设施 也没有完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最基本的来说 我们这个商场现在连大门都没有 你这个房证是现在2021年 也就是说这个房屋买了之后 十二年的时间才拿到的 你认为你这房证取得的是不是晚了呢 晚不晚 肯定是晚了 当时买房子签订这个购房合同的时候 当时约定的是2010年12月28日交房 然后2011年3月28日办出房产证来 那我再提示您一下 就是可能您现在想脑海中的这个诉讼请求 可能还不是特别完全 其实开发商从多个角度 对您的多方面都进行了侵权 我们之后可以坐在一起继续的完善 我们想要向开发商主张的这个诉讼请求 好的 我们下期见